这个礼拜在读罗马书的十一章跟十二章 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罗马书十二章 第三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 请读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开始 就是在讲我们信主以后生活的改变 这个改变不只是遵守实界道德律 前面四条爱神后面六条爱人 我们信仰生活的改变还包括侍奉 我们来看第一节 二章第一节 这个地方讲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理所当然 那为什么 因为十二章的第一节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神的慈悲 我们的侍奉不是被勉强的 也不是因为大家做 我不好意思 我不做不好意思 不是这样 事奉一定要有一个动机 那这个动机 在教会里面 不是名 也不是利 那在教会 侍奉的动机 是什么 在讲神的慈悲 来劝我们 那神的慈悲在哪里 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 在讲救赎的道理 救赎 救赎 那在谈到 犹太人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真知识 那那个真知识是什么 那个真知识 就是信耶稣可以被称义 他们不知道这个 所以他们一直要靠着行为称义 那律法是好的 比方世界 没有一条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一生也差不多 没有办法 没有一条不犯 那为什么好的 我们常常会犯 就是人有软坐 所以律法叫人知罪 那罪是人跟神阻隔 那这样人就没有希望吗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 在讲主耶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替我们而死 所以神的爱就在此显明 为义人死 有敢做的 为好人死 有人敢做 为有爱惜的人死 或者也有人做得出来 但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主耶稣为我们而死 因此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被赎出来 那俗价就是主耶稣的宝血 所以今天的我 是因为主耶稣为我而死 所以今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 我们在光明里面 我们不在死亡里面 我们在永生里面 我们不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不在被罪控制 因为神是圣灵给我们力量 那这一些都是神的灵敏 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动机 所以保罗说 我如果癫狂是为神 怎么有可能会癫狂呢 我们常常看到人 为着赚钱赚到癫狂 家庭也不要 健康也不要 就是要赚钱 但是保罗侍奉神向癫狂 那就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他 所以今天 怎么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侍奉 就会充满着动机动力 所以这里讲 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那我们一生啊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这样来侍奉神 这是神喜悦的 如果我们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一生还忧虑什么 所以得到神的喜悦 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那要得到神的喜悦 就是要过一个 侍奉神的生活 所以每一个人要侍奉 因为神对我们的爱 真的是太大 那到第二节就是在讲态度 我们一个人的侍奉 就是动机跟态度 非常重要 如果动机对 态度也正确 那我们不管在侍奉 遇到什么 我们会一直成长 你看没有一个人的侍奉 比保罗的侍奉 遇到更多的困难 但是这一些困难 让他的灵性一直成长 所以到最后他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那我死了就有益处 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 侍奉到最后 信心受亏损 甚至教会不来 很可能是动机有问题 不然就是态度不对 那第二节这个态度是什么 我们的侍奉要查验神的旨意 为什么用侍奉 侍奉就是表示 我们在服侍一个主人 所以我们是管家 我们不是主人 但是如果这个态度不对 有时候变成我们变成主人 我们忘记了 我在教会是在侍奉神 所以这个态度一不对的话 我们的侍奉方向就会偏差 那做管家最重要就是忠心 忠心 那这个叫做忠心 所以第二节在讲 要查验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善良的 是存全的 是可喜悦的 所以我们照神的旨意来侍奉 一定会让教会得到造就 但是要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 所以第二节前面说 不要效法世界 如果看英文 不要被世界同化 然后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一个人在公司上班 再到教会来侍奉神 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的 公司的老板是人 教会的主人是神 所以我们在公司上班 是以人为主 我们在教会里面工作 是以神为主 就好像保罗归主的时候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就表示神为主 那这个心态一改变 神的旨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人没有办法把自我拿掉 有时候神的旨意看不清楚 因为他态度没有更新 态度是被世界同化的 神的旨意 所以只要认真 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 那我们一生就会 蒙神喜悦 重申得到很多的祝福恩典 那从第三节开始 就很实际在提到 那我怎么知道 我在教会里面要做什么 所以第三节 说我凭着所事给我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多于所当看的 英文是highly 就是说把自己看于 比自己还高 这个是人的本性 但是也有把自己看得 比自己还低的 所以有的人 他一生什么都没有做 信主很久 他什么事封都没有参加 为什么 因为他很谦卑 我真的算不了 我什么都不能做 那因为什么都不能做 我什么都没有做 那这个就是把自己看低 那在这里就是想 不要把自己看于过所当看的 那下面说 要看着自己合乎中道 就是头脑很清楚 来认识自己 到底神要我做什么 那接下去 他就以身体来做比喻 这样来帮助我们 来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看第四节 请读 这个地方讲 身体有一个 但是上面有好些肢体 这个词 mentions of one body but many members 然后肢体也都不是 一样的用途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在教会 都是肢体 那肢体就没有 没有用的地方 你看身体有哪个地方 没有用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 我在教会里面 没有用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 来思想 到底 我是身体的一部分 到底神要我做什么 因为我们是肢体 公用不一样 不一样的用途 就表示 都有用途 但是用途不一样 但是用途 不一样 每个人 不一样 所以恩赐 不能够比较 因为 手的 手的功用 就是拿东西 脚的功用 就是走路 所以脚 不能对手说 你为什么不能走路 那手不能对脚说 你为什么不能拿东西 因为功用不一样 那现在把它倒过来 用手来走路 那是什么 那不能看 因为这个 它的功用不是这个 所以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不能比较 因为我们是身体 不同的部分 所以恩赐 不要比较 好像身体 没有办法比较 那恩赐 不要比较 那要怎么办 恩赐要互相的搭配 那我们这个身体 就能够发挥 很大的功用 比较说 有的人的恩赐 是讲道 那有的人的恩赐 是翻译 那这两个 如果搭配得好 那我们发现 虽然我们听的是 翻译的语言 也能够听得很清楚 所以 这个两个不能比较 但是要互相的搭配 那有的人会带 慕道者 真的他是五千的 他可以 慕道会他可以带五个 有的人只带两个 因为他只有两千 没有不好比较 为什么你只带两个人 你看我带五个人 因为有的人有恩赐 有的比较大 有的比较小 但是 有的人 他真的没有恩赐 他带不到人 但是 来的慕道者 他很会跟进 他会跟他讲见证 会拿CD给他听 然后会打电话 问他最近好不好 然后会 一直在跟进 那这样啊 合起来 我们先到工作 一直在进步 所以要互相搭配 有时候 在其他的教会 请教会去安排反问 因为他没有那个人际的恩赐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跟人互动 没有办法安排 但是有的人 你请他安排反问 等一下一堆名单都出来 一又三四 因为他有这个恩赐 所以 我没有不好将两个 一起来比较 因为真的是 有的人内向 有的人外向 真的是恩赐不一样 但最重要的就是 看自己合乎忠道 对 就是头脑清楚了解 我的恩赐是什么 在我的恩赐这个里面 尽量去把它发挥出来 好 那我们看第五节 请读 这个地方讲 这许多人在基督里 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到最后是成为一身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不会说 因为我们的侍奉 侍奉到最后 搞了一个小团体 这个团体就是 以谁为主 那教会四分五裂 这个侍奉有问题 因为你看 手怎么有五个指头 到最后还是连到身体 所以如果热心的 教会看起来 好像里面有分裂 这个侍奉是有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连到身体 所以我们有许多的基督 是成为一个身体 但是我们是互相是肢体 因此有时候我们在想 到底我能做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接下去来看 第六节 这里讲 有的人 他有说预言 要照着信心程度 来说预言 预言 今天来讲 就是讲道 因为神给我们一本书 神的话 圣灵带领我们 进入真理里面 所以我们读得很清楚 我们就能够来传讲 神的旨意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 好像恩赐里面 神迹其实是最大的 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 格林多前书的十二章 but if we look at 1 Corinthians chapter 12 格林多前书十二章 1 Corinthians chapter 12 十二章的第八节 1 Corinthians chapter 12 verse 8 第七节第八节 请 12 7 to 8 7 这里讲圣灵 显在个人身上 叫这个人得益处 恩赐是从圣灵分赐给我们的 那第八节 那第八节 这个人蒙圣灵给他智慧的言语 这个智慧是属灵的智慧 让人听了以后 有属灵的判断力 能够认识基督更清楚 所以我们的生活会更符合神的旨意 那接下去才是知识的言语 然后到第八节 才是信心 还有才是医治的恩赐 好 我们现在回来看 罗马书的十二章 这里讲 恩赐各有不同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预言 那第七节 这个就在教会里面做侍奉的 那接下去教导的 教导的就是 在教会里面好像宗教教育的教员 很会教小孩子 真的 有的人有这个恩赐 他一去上课 小孩子都不会动 因为他有恩赐 所以他一上课 小孩子就很喜欢 那这个人就要专一来做教导 教导也可以讲教导圣经 好 那我们看第八节 另外有的人会劝华 像巴拉巴是一个劝卫子 他很会去安慰别人 他也是一种恩赐 所以一个人如果灰心失望 好像压伤的芦苇 好像江苍的灯火 那他有那个恩赐 把他火再散起来 把那个压伤再衣好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赐 那我们再看第八节 有施舍的就应当诚实 英文liberal 就是说非常 很慷慨地去施舍 好像圣经里面在讲 十字行传 他很会周记穷人 所以他的周记 达到神面前蒙成纪念 那个时候他只是很敬畏神 他不认识耶稣 很敬畏神 所以他就很会周记穷人 这是一种恩赐 圣经在讲多家死的时候 好多的寡妇 围着他哭 因为拿着他做的礼衣跟外衣 手里拿着他做的里面的衣服跟外面的衣服 所以那个接受过他恩惠的人 看他这个人死得真的是很可惜 在那里哭 所以施舍让人感觉到基督的爱 让人在缺乏的时候遇到帮助 这也是恩赐 那下面治理的要殷勤 那有的有管理教会的恩赐 就是能够把每一个人组织起来 照着他的恩赐来分派工作 这是恩赐 所以每个人都有事情做 每一件事情都有人做 那这样的恩赐在教会也是非常好的 那下面灵敏人要甘心 这个灵敏人前面已经在讲施舍 那灵敏人到底要怎么做 有一个姐妹她在提到说 要为一个慕道者朋友祷告 讲一讲她就眼泪就流下来了 很惊讶 那个人也不是她的亲戚 也不是她的家人 怎么她讲一讲会流眼泪 那个就是灵敏的心 那这个慕道者病这么重 怎么办呢 所以她就到处请人帮她祷告 这样祷告真的感动神 后来那个慕道朋友叫德圣灵 那因为病人最后来就特别受洗礼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 我年纪这么大我能做什么 女先知亚拿活到84岁 活到84岁 84岁能做什么 圣经说她 昼夜尽时祷告 祷告示奉神 你现在如果教会里面 需要祷告都把它列出来 有的是身体欠安 有的是灵性欠安 有的是灵性欠安 有的是牧道朋友 你把它列一张名单 那我们每一天哦 你就照这个名单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祷告 半小时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灵敏的工作 有很多很可怜的人 有的是肉体的可怜 有的是灵性的可怜 我们要常常处于灵敏的心 为他们祷告 有一个信徒啊 他去当义工 去做这个NYTS的辅导员 其实他生病相当的重 那别人就问他说 那你是怎么当辅导员 他说他痛的时候就吃止痛药 他要求很多人帮他祷告 所以我们的祷告确实是一种侍奉 因此天国路上没有一个人是退休没有用的 如果没有用 大概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快到了 因为没有用啊 所以这里讲 以神的慈悲劝我们 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 这是神喜悦的 让我们来唱识的 十三首 我们最后副歌就唱十三首 在我们最后副歌的结束 我们会唱这首歌 我们的功词 会唱到六首 一首歌 是一个课题的 课题的 课题